嗨 guys,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小老鼠的上衣的编制方法啊 我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教程放在了咱们这个视频教程的下方啊 就是它这个标题下方的那个位置啊 我用文字然后把链接放在那了 到时候你点开就能进入整个的播放列表里边 到里边可以按照顺序来学习这一件小老鼠上衣的编制方法了 要记住啊,它如果是零基础新手的话 我们就按照编织教程的顺序,封面上有编号啊 你们只要按照编号的顺序来跟着一步一步一步的编织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编织爱好者有一定的经验 那么好了,如下的大概是四到五个视频教程当中呢 我将给有一定基础的编织爱好者 把这件衣服是怎样编织的大致情况给你做一个公布 这包括你会用到的帧线以及每个位置 它的帧数起了多少,想想这的高度是多少 也就是对一个编织爱好者来说 它所需要的任何一个重要的参数 我将会在如下的几个视频教程当中为你一一的揭露 好的,你看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开衫啊 并且这个开衫呢,它是整体编织的 而没有经过在页下这个位置的编合 它是一整片完成的啊 我们现在呢,把它打开 然后你就能够看到它的各个位置的具体情况了 它非常的厚实啊 这种毛线以及所用到的工具 会在有编号的视频教程当中第一个视频 然后在那里边呢,给大家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 而且你看它有个尾巴 有一个爱心型的小屁屁啊 而且尾巴你看它是立体的 看到了吗 至于这个尾巴怎么操作 我到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一的讲解的啊 好的,我们现在呢,就要正式的开始啊 它整个一大片的起针呢 是一共起了50针 这个位置啊 从这一侧算起 一直经过了这边 到最后的这一边啊 所有的针数加起来 用起了50针 我们是采用的4.5的缓针来起的这50针啊 4.5的缓针啊 我们用4.5的缓针向上 往返一共织了4行 从这个位置算啊 这4行都是用4.5的细针啊 起针并且编织而成的 1,2,3,4 完成这4行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加针了 加了多少针呢 15针 加针的同时 我们要给它换成了 6.5的粗珠针来完成的 也就是说经过了4行 它只是4行用它 然后上面呢 就改用了粗的珠针了 记住了吗 用粗珠针的同时 然后我们这一行呢 要给它加针啊 这样加的针呢 实际上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啊 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 实际上 在第一或者第二个视频教程当中 已经给大家 把它的加针的方式呢 已经演示的非常清楚了啊 如果不知道的学生 可以到第一或者是第二 应该是在第一个视频教程当中啊 到那里去查一下 你会看到相应的 这些对应位置的 所有的编织方法啊 好的 你看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 别上15个别扣 在整个的50针的范围之内 把15个别扣都别好之后 然后 我们在换 6.5粗珍的时候啊 一边织 然后中间没有别过别扣的位置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原样织好 只要有别扣的位置 我们就要加一针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这样走 没有别扣的位置就空出来 只织原来的正针 一针对一针的织就可以了 只要有别扣 我们就加针 一共经过了15次的加针 最后 我们的总针数啊 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 由原来的50针 变成了多少呢 我这张卡在哪儿啊 变成了65针啊 大家看 你看你原来是50针 然后现在变成了65针 好了 这一部分先不算啊 你现在就将这65针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 记住了 这句话非常重要啊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 贯穿于我们整件衣服的 所有的针法当中 这是非常必要的啊 一定要记住它 我们将这65针 向上一共值多少呢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之 17厘米 到腋下的位置啊 一共到这儿 17厘米 到了17厘米之后 我们的65针 就要做一个分针 我们要给它分出前后片来啊 怎样分的呢 大家看啊 我们要将它的 左右前片 在腋下这个位置啊 这是它的腋下的部分 我们要将它在腋下部分 做一个区分 腋下也刚好是作为它的 分界线 好了 我们需要左右给它 各分17针 左右两侧 看 各17针 后背 就正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一共要给它 分配 好 一侧呢 我们是安排了 17针啊 把65针呢 做了一个 三部分的分配 右前边 17针 左前边 依然是 17针啊 它在这一侧了啊 中间 我们留了 31针 看到了吧 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在分针的位置啊 分界线的位置 用一个别扣来 区分它是左右啊 另外一侧也是这样 好的 这个时候 分好之后 我们首先要完成的是 右前片 因为长线本身就在右侧 对不对 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把分好的 这17针 因为长线在右侧 针正针的这一面 向上的前提下啊 我们要把它的前边的 针数都织完 当你剩下最后两针 正针的时候 要把这两针正针 给它织成 一针正针 这样 大家也就学会了 解针这个动作 看到了吧 啊 这位置我悄悄地 放上了一张卡片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在 腋下 织 前片的这个边缘的位置啊 我们要隔一行 剪一针 剪两次 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 每两行 剪一针 剪两次 明白了吗 因为 我刚刚在这儿 已经教了大家啊 正面剪针的方法 那么到反面呢 我们一定要 保持原有针数 给它往返回来织啊 保持原有针数 不要做任何的增减 再回到正面 你看你又翻过来了 对不对 再回到正面的时候 我们依然是 给它原样织好 但是 最后两针 依然是 合在一起 给它织成 一针正针 明白了吗 好了 这样 你也就完成了 这个腋下的减针 这时候 你的总针数 已经从17针 变成了15针 那么好了 这15针 我们要保持出 原有的针数 正面 支正针 反面支反针 一直向上支啊 支多高呢 从你腋下 减针的位置 开始算起啊 我们要向上支 12厘米 15针向上支 12厘米 然后 问题来了 支完12厘米之后 我们依然要把15针 做一个分配 左右两侧啊 靠近边缘的这一侧 我们要给它留6针 然后 剩下的这9针 因为你一共15针嘛 对不对 剩下的这9针呢 我们只是把这6针啊 放在环针上 不再理会 不再支它了啊 实际上也叫 留针 你看 你支的过程当中啊 你把这6针支完了 支到这儿 它就跑这儿了 对不对 你现在光支这9针 支完那9针以后 你翻过来 还支这9针 然后 这时候可千万 别到6针这边来了啊 你要到这位置 再翻过来 还支这个9针 明白了吗 我们只编织这9针 然后 看它的高度啊 当这9针 已经到了2厘米高度的时候 就要留针 不要再支了 看 明白了吧 很简单 对不对 这样 我们就非常非常快的完成了你的右前片 这个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做剪针的动作 只是把它留在那个位置上 不用理会 下一步呢 我会教大家啊 我们如何将这个前片与后背片 非常巧妙的在一起啊 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好的 下一个视频再见